针对东岸广场的产权争议 Net又在报纸刊登广告 列举东岸广场招标案固定权利金 土地租金、舆情费和变动权利金各项目 并指出入库金额为8300万元 超过微风的开架 其他金额也占优势但却没有得标 关于Net今天继续在各大报刊登声明的内容 主要诉求是希望基隆市政府 一次性的公布四家投标厂商的投标内容 以及市府所有评选跟征选的文件资料 而不是像现在以市民质疑的财务计划无法解释 才有以这个最有力标来企图掩饰 整个招商过程不合理的状况 对此市府的委任律师叶庆元则澄清 东岸招商案共有六个评选项目 Net说一个项目赢了所以就是赢 应该没有人这样比 我受到基隆市政府的委托 针对基隆东岸广场的招商争议进行一下的说明 本案是一个政府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工程的招商案件 公开招商的评选项目总共有六项 包括了投标厂商本身相关的实物经验 它的财务状况 它的营运计划 它的财务计划等等的事项 那么Net今天登广告强调它的财务回馈最高 好所以应该要得标这个说法本身就是相当的误导 好就好像参加一个考试 总共有六个考试科目 如果国文的作文写得最好 是不是就可以拿到第一名呢 好我想当然不是的 好那么今天这个本案的相关的争议已经进入司法的诉讼 Net如果觉得自己的主张站得住脚 应该是到法院去提出自己的说明 而不是透过媒体或是透过广告来混淆视听 我想这不是正常处理事情的方法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